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正在思考的能有几个 直播每一个观点 贴出你的质疑 亮出你的思想 给你一个发声的平台 对焦景的平时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帅啊 当然帅了 感觉他们蛮辛苦的 忙 对 我听不懂 然后就 我很着急 然后你看看 也许能不能给我翻一下 你吃饭吧 但是想资讯一下 咱附近哪儿还能开刀 这些东西 还蛮一直在那儿 有个学生 听不太清楚 你说 听不太吗 能找个其他警官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没 假许上咱哪儿好个人 握 For you 我要劝不烦 那个怎么叫 嗯 嗯 师父好 这算不败 这算不败 能换个人吗 哼 听不懂啊 嗯 不 不听懂 听不懂 听不懂 不听明白 没 你 呃 能换个人吗 你能找到其他警官呢 我解釋一点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交警呢 名叫周水斌 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他在工作当中表情上的这种痛苦 他到底怎么了 他的声音为什么会是那样 我跟您一样好奇 咱们一块关注一下 在小时候 1995年就毕业都是数学一百分 满百分 直接分到总结本的贴旗中 他修以后 1995年 高中毕业的周水斌通过招警考试 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当时刚满20岁的周水斌 在岗位上表现十分出色 工作没两年 就先后获得了郑州市 十大杰出青年民警 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的称号 可就在他愁愁满志 这位在岗位上一展拳脚的时候 命运却突然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96年年底的时候 感觉喉咙有些不舒服 那时候还可能我记得还伴随了发烧 但是当时正好有一个 全省巡警工作宪展会 在我们大队召开 所以一直等到这个会议结束 才到医院去检查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喉咙发炎 可当得知诊断结果之后 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可能是高兴点八六 这件事就吓得晚上都不出来吃饭了 一疼过手了 我实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的病情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严重的 病情部的淋巴结也是重大 这个骨质也破坏了 可能会出现死亡的情况 医生说 我完了 最多有半年时间 那时候 看不出了 感觉很害怕 感觉自己就不不好了 从短片过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斌 另一位是我们的观察员王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好像我身边好多朋友 或者听朋友的朋友说 好多人会来着 得到消息的家属也好 亲朋好友也好 第一反应就是 那种无奈和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类似的这种经历 我觉得确实是 我自己没有这种经历 身边没有这种特别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 你看到这个片子当中 他说话的那种状态 你就会感觉特别的难受 那种痛苦 想说又说不出来 想说又说不清楚的 那种感受 我觉得真的是 对于一个 曾经非常健康的人来讲 刚才片子也介绍了 我觉得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也是 我们确实为这个片子当中 这个主人公而担忧 你想想那么年轻 他在岗位上是非常出色了 却患了这样一个癌症 在工作当中那种痛苦表情 让我们联想到身边的很多癌症的患者 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调查 假如你身边的朋友患了癌症的话 你会怎么劝他 张宾你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你看周水斌其实一会儿我们接着看 你就会发觉 他有时候某种意义上算不奇迹 就是他在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癌症无法治愈吗 有很多癌症 现在很多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你比如像公颈癌 但是很多癌症之所以没法治疗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发病机理 那么这就意味着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治愈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 你劝慰他 其实我觉得没有种感觉 你很难感动身受 癌症有的时候 他的这个病期会拖得很长 有的甚至可能生命延续很久 但是他总是心里有个阴影 这个阴影如果想解开的话 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没错 咱们这个人类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对于癌症始终不能够彻底的攻克这个难关 甚至有的这个专门的医生讲到了 说这个人是否得癌症 甚至跟你的生活作息 并没有太直击的关系 有的时候真的像中彩票了一样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摊上了就是摊上了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层面 希望我们的精神层面更强大一点 去面对自己的疾病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 周水斌 他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 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工作的 1997年的下半年 就在医生口中的那个半年快要过完的时候 周水斌重新出现在同事们的面前 就突然有一天发现亭子里面周水斌在那里站着 然后我们都跑过去 好了 没事的没事的 他说没事的 我们那时候才知道他又回来上班了 其实我们也心里非常清楚 癌症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说好就好了 考虑到周水斌的身体状况 警队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固定的工作 周水斌却主动要求前往综合义务大厅服务 做一名职日警官 站在最里面的角落里面 谁一抬手他就跑过去问问什么事 就是水斌他在大厅里头 他就是他就是眼里头永远都有火 是我干的所有利所能及 甚至利所不能及的火 给大家这个感觉 就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病人 在对的工作和生活方面 回来后的周水斌一边在工作中尽心尽力 另一边还要抽出时间经常往医院跑 积极配合治疗 但在同事们面前 他从未抱怨过 有一次我就正在工作的时候 看到在旁边喝水 而且还喝水的过程当中还要摇头 然后还要很用力的这种吞咽 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况 他还水还能洒出来 真是非常让人心疼 可能刚才我们过度的关注了这一个优秀的年轻的警察生病之后的那种状态 那种痛苦 其实说回来周水斌是忍着自己的痛苦回到工作岗位当中 而且尽可能不给同事带来麻烦 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得更出色更漂亮 可是有人看到这个场面可能会有想法说这样的周水斌 他适合在工作 两位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不管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抛开所有的因素不谈 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尽善尽美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应该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 首先尊敬他的敬业精神 对 他的敬业精神 但是也应该量力而行 这一点我跟王磊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的 你更多的特别是服务行业 你更多的像警察 你作为综合业务大厅 你要为老百姓服务 我们老说警察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那么这时候你已经不能胜任 刚才不知道两位注意没有 在片子里有他的同事说 他在从事着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的工作 力所不能及有必要从事吗 你有时候你的良好的愿望 我们都很敬佩 但是真正适应不适应这个岗位 其实还真的不能从情感出发 你比如我 我特别想当航天员 但是我这个身上 你觉得能坐进那个飞船里吗 难度应该说 我进去可能少带好多物资就得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说你的初衷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刚才片子里很多去办事的老百姓说 我听不懂 你能不能够换个人办 其实已经证明了 周水斌这人热情我们非常理解 但是在这个岗位上 理论上讲是不太适合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张斌举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例子 这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有分行员的梦想 但是你必须要具备这样出色完成这个任务的资格 才能够胜任的 王内您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在把它放到具体的情形上来看 我其实部分同意是张斌老师的观点 因为对于有一些岗位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提倡大家说什么清张不下火线 最重要的还是要以人性为主 但是对于周水斌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来讲 因为他患了病 他不能胜任原来的交警的岗位的工作了 所以他这个单位把它放到了这样的一个岗位上来 如果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岗位上的工作没有影响到群众来办事的话 我觉得把它放在这个岗位上 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点他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可能并不是让他休息 让他什么事情都不做 可能在他自己熟悉的岗位上做一点他能够做的工作 对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支撑 从感性上我们非常理解王磊先生这种想法 可能也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 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当中需要这个岗位的人 可能不仅仅是周水斌一个人 还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他可以把这个职位干得更好 为什么不给那些人机会 而给一个生的病人 不剩人这个岗位的人机会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 就是他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个是我觉得从我们郑州的相关公安机关 他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让周水斌的意愿可以实现 就是他完全是从人性化角度考虑 能够尊重周水斌本人的意愿 那么在这样一个岗位上 其实体现了一个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这种干情 你比如说像周水斌这样因病 他可能丧失了部分这种执法的能力 或者执勤能力之后 一种人性化的安排 那么再从另一个角度如果分析 目前也可能没有更适合他的位置 这也不排除 你比如我就觉得公安系统里 好多文案的工作 档案的工作 或者不一定非常说话的 这个长时间说话的工作 还是有的 在安排上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人性化 更加的考虑到 他本人的这种生病的特点 那么予以更细致的安排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能够让他安排在这儿 我想周水斌本人 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而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你说你把周水斌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岗位上 并不代表就一位一定意味着 其他更能胜任这个岗位的人 就不能进入到了这个行业的地方去 我觉得对周水斌的工作的安排 他不像是说他占了一个坑 而更多的是对他起到了一个照顾和体恤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整个周水斌所在的单位 他的这个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探导的很有意思 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 包括我们网络上的很多朋友 一定有人在骂我 因为我们社会就是多元的 观点也是不同的 有人觉得甚至我们无法判断 两位哪个是理性的 哪个是感性的 来这样我们看一看周水斌的工作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 诶 你好 老师 你还没有用 那你这个店的位长 好 等等 老师 你好 你们能不能用 这个驾照是在这儿换吗 对啊 在这儿换 不驾证 小伟长 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不能表达自己说声的意思了 他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字 来表示就是自己想些什么 有时候这个字 写一张字 给群众揭示非常清楚 扎字 坐记录公交车 甚至说执行电话 他都写到字上 有时候再坐这儿我 你这里的时候 是让人到了 穿 Nadia 你怎么 推着生 宝穆 TRUcot 好 再次回到我们演播室当中 我们看了周水斌的工作状态 在我们网络上 很多网友就提出了新的观点 我说 我觉得 他们说 周水斌这种在生病的状况下 写纸条的方式工作 我觉得蛮好 为什么呢 好多人在提问题的时候 记忆力不好 周水斌用纸条的方式给他记下来 然后交给提问的群众 反而更容易让他记录 记住这个路跟怎么走 但是也有人说 这也太麻烦了 这个分歧又出现了 两位怎么看 麻烦吗 你觉得 我觉得挺麻烦的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对于周水斌所在的岗位来讲的话 他一方面是提供给群众来办事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的服务态度也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服务的方法上 可以稍微的变更一下 换成一种用纸来提问的这种方法的话 我觉得并没有影响到大家更多 而且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种热情 这种积极的帮忙 我觉得对群众来讲的话 其实是更大的另外的一种服务 我觉得这种服务 其实能弥补 就是在他在用笔来 跟群众交流的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一种 不太方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弥补的一个东西的 对 张平你要不要试一试 直接提问 让王磊用笔给你回答 我跟王磊都是说话的为主的 所以我总觉得 能语言交通的 绝不用书面方式 能语言沟通的 这个就不用书面方式 如果书面方式 你们俩现在就是 连我都失业了 你比如说 咱们简单来讲 咱们现在都用微信 你微信 你凡是写字的时候 不是你在 就是不方便的时候 就是对方不方便的时候 甚至你语音直接一转化 就转化成文字了 所以有的时候 语言沟通 它还是一个最直接的 当然周水斌用这个 我们说纸条警察 那就是有别于不同人 他在这样一种重病的情况下 能够这么一种敬业精神 展现了我们人民警察的 一个光辉的形象 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种态度也非常的诚恳 可是呢 在这样一个综合业务大厅 一会儿办伪章吧 一会儿办这个相关的手续吧 你要我跟你说 出门往西上二楼 然后你写出门往西上二楼什么 你写 它总是让时间上 还是要耽误一些时间 是这样 我理解张明老师那个意思 当然我们都希望是用语言沟通 这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 但是实际上 你看周水斌的工作 它不是说我们在这个 真正办理交通违章的时候 你需要跟交警有更多的 很多麻烦的 需要用语言来交流的东西 它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指路的 然后方便大家给大家 指明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作用 实际上用纸条来代替 已经能够完全来代替了 一方面我觉得 没有过多的影响到 他们在具体办事过程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对群众来讲的话 看到一个人民警察 在这样的一种身体 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用笔纸交流的方式 来为他们服务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感染力 我们的网络联络员提醒我 很多人说王磊特别善良 是一个好人 有人说张斌特别坏 这人没良心 但有人说张斌做得特别对 就应该把这个工作 交给那些更胜任 更适合的人去干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在话题当中来 我们还关注一下周水斌 周水斌别忘了 虽然他发明了这种 用纸条工作的方式 但他还是一个病人 残酷的命运 似乎在故意 同这个坚强的男人作对 2010年 周水斌的病情再次恶化 癌细胞扩散到了鼻腔 和整个喉部 发现他有很长时间一段没有上班 让他家人联系 他家人说他住院 住到省中医院 医生说不能化疗了 只能针灸 这种病人 他不是说这个病奔神 会引起他的生命 而是说他引起了很多病发症 不能紧失不幸 精神状态也很差了 这样的病人就慢慢就夸了 行了 那我感觉可能这个病也就是 一年吧 如果是好的话 能坚持一年 十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医生再一次给周水斌 下了死亡通知书 癌细胞的侵蚀 已让周水斌的口腔粘膜 和食道壁被完全破坏 日常的饭菜已经难以下咽 为了维持生命 医生建议他下营养管 把饭菜从喉管打入胃部 但这样治疗的话 人就只能长期卧床 没办法再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 去生活 我不想擦胃管 我不想做事 越是丰盛的饭菜 对于周水斌来说 就越是难以下咽 为了能让自己进食补充营养 他只能尝试 用另外一种利于常人的饮食方式 开始自尽 周水斌的饭可麻烦 你不知道 太干 他声音可大 不干不稀了 声音好一点 即使食物被打成糊状 可对于完全丧失了吞咽功能的周水斌来说 他只能通过口腔的开合 把饭应挤进食道内 你满点吃吧 吃完饭后 周水斌还要用水管 把残留在口腔和鼻腔里的食物残渣 一点一点地冲出来 满边 干净待会儿冲鼻子的时候 他以为冷出来发汗 客厂师傅还有 还陈女友的口腔里的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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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这个烧肥劲 拿大外罢子吧 哦 用撕来个吧 刚刚看了短片当中的画面 我相信谁的戏里都挺不是滋味 挺心酸的 但是我们网络上依然对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热闹 甚至比我们这个演播式当中聊的还要火爆 来我们听听12座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 来 好 又带着网友的问题来了 刚刚在网上很多人都对咱们主人公很关心 说像他这种情况还能工作吗 或者像他这么痛苦 他这种这样的都很难 很难用自己的常理去理解这样的情况 你先告诉有没有有人骂我们 骂倒是没有 这是我们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都想知道说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说像主人公像周水斌这样的情况 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能保障他呢 基本的保证措施对这些职业保障是什么 甚至我不能够确定 周水斌所患的这种病是不是职业病 我们单说保障来讲 就我们国家来讲 对于警察是有着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制度的 特别是近些年 我们看到这种保障制度在日益的完善 除了公安部 包括民政部 包括我们财政部 联合下发的一系列的这样对于警察的 这种社会保障的和这种职业所需要的一些保障之外 那么各地还出台了很多相应的 针对当地的不同情况的一些政策 你比如现在我们把这个ISB 纳入到警察的职业病范围内 人家说奇怪 说警察你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 我们曾经多个案例 就是警察在抓捕吸毒人员的时候 他这个奋力挣扎 有的时候一口咬在你胳膊上 就艾滋病的携带者 他艾滋病菌的携带者 一口给你咬破了 见血了 那这种情况下 一旦如果发病 那显然就要强大的社会保障力量予以支撑 我补充一点 就是在我们目前已有的这个办法的基础上 在15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出台的一个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时候 就曾经提出来要完善警察的复恤的制度 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关于警察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制度 而且对于警察的这样的 他的一个公司也定了一个标准 就是略高于地方 低于军队这样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这都是为警察能够做好更好的职业保障 提供这样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撑 三位老师在聊的时候就有网友说 说能不能让三位老师设身处地想想 你们要是哪天发现 不能说话了 什么感受 我们是爱要不说话基本就是失业了 对那是用嘴吃饭的 对 或是什么感受 你想想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观众写个字 观众朋友大家好 纸条主持人 对没准火了 对开玩笑 刚才他说的心理这一关确实是很重要的 作为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讲心理上 他一般分成三块 一块就是家庭 你比如他老母亲 每天拿这个绞碎机给他 我们可以想一想 醋溜土多丝好吃吧 你给他绞碎了 打成泥了 你在网里吃 你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本身吞咽就很困难 你看他吃完了之后还要进行鼻腔口腔反复清洗 因为自己吞咽很困难 所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痛苦 完全要靠家人的陪伴才能够完成 这一点其实是很多癌症患者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单位的这样一个救助也好 帮扶也好 你看他们这个周水斌所在单位 对他这种人性化关怀 从日常生活到工作岗位的安排 再有一个就是社会上的一个救助力量 其实对于周水斌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接受过他服务的人都会心存着一些这种感动 所以说到这个心理建设 包括我们对这个社会当中更呼应的一些正能量 我们总是希望那些非常阳光的积极的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 比如说周水斌 刚才我们看他吃饭的时候已经困难成那个样子 他还在努力积极的做这公益的事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距离郑州市区数十公里的乱石坡小学 目前只有七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2016年9月 周水斌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号召 希望大家将家中闲置的书籍送往贫困地区 给内里的孩子们圆一个读书梦 活动一经发起就引起了巨大的响应 这位患病二十年 却从不接受任何人捐助的警官 积极地向他人伸出了援手 周水斌的做法感动了很多人 短短数日 警队办公室里就堆满了书籍 将这些书籍捆扎整齐 分类归纳 虽然枯燥而又繁琐 但是周水斌却干劲十足 他知道这一本本的书籍 不仅仅传递着一颗颗满满的爱心 更包含着大家 对自己的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使自己不可背弃的承诺 而这所小学也成为平安书屋的第一个受助学校 周水斌和他的同事们共送去了八百多册图书 三百多个作业本 两个柜子 以及一些爱心遗子 这个山区里的小学终于有了自己的阅览事 很多人说过 说有人这个得了癌症之后啊 他不是被病魔打倒的 是被自己打倒的 对 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还是信那句话 自助者天助之 你自己先有一个坚强的信念 虽然这可能说的有点高大上 但实际碰到这种情况 你已经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 唯有坚强的信心能支撑 而且你不要不相信 有的时候这个癌症啊 在精神移植面前 它真的是能发生奇迹的 它这个奇迹 你比如周水斌现在这么严重 他现在相对还比较健康 其实已经在他所患的这个癌症中 已经是一个奇迹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 我去卡了一下资料 这篇文章其实就讲到了 就是说人的这种 充满希望的这种心态 或者充满绝望的心态 到底对你的癌症的治疗 到底有没有作用 实际上到最后为止 科学家没有一个绝对的数据 能够支撑说 你如果心里就非常的健康 然后你就一定能够完全的治愈 这个数据是没有的 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的是 就是你的心态的这种健康 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选择 一种态度 它实际上是对你后期的 这个生活质量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的 那这个生活质量 它反过来可能又会影响到 你对整个治疗的这种态度 你对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的 这种配合度 那它最后可能就会影响到 你对治疗癌症过程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成功度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 对于患了癌症之后的 这种人生的态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要想到的 就不是与其我们去这样消极的去度过我们生下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够选择一种更积极的一种态度呢 好 今天两位聊得非常好 我相信无论是癌症的病人或者家属 甚至是在生活当中遇到失忆的这些人 听了两位的话之后 对生活可能会重新燃起希望 燃起信心 最后你想 告诉那些曾经绝望过的人什么呢 其实我前几天碰见一个 卫生部的这种大专家 他就跟我探讨一个话题 他说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发现的 人类发现的疾病 六万种 当然包括一些罕见病 能治愈的多少 三千种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代医学 你看似这么发达 又是合思共振 又是断层扫描 什么各种各样 其实对于很多疾病 人类是未知的 那这种时候 我们的人生又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你是健康的时候 还是碰到了意外的时候 你一种积极的人生 能够这种相对平和的心态 来面对一切 其实对自己真的是有好处的 华磊 我觉得是在 不管你是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时间它是总是在流逝的 所有的绝望 当你在回头看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过是一个 我迈过去的一个小卡而已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希望看看 周水斌的故事 和他的经历 他对人生的态度 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积极的影响 谁也没有想到 周水斌的身影 也会冲现在骑住 第一天报名的时候 突然水斌也来了 当时我们第一次报名的时候 现在测试的时候 是骑20公里 然后当时很震惊 水斌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说 说主任不要让水斌骑 是吧 都怕水斌有身体问题 就我也很担心 我给水斌说 我水斌 这个量力而为 水斌他只给你笑了一笑 然后给你拱拱手 就50个人骑过当中 最后能骑够20公里的 不到20个人 但是水斌当时提了第7名 这时候我才发现 水斌他这个身体状况 已经非常的好 其实我对现在的生活 挺满意的 就是俺家孩子 想来长大之后 处夕一点 然后俺家这一口子身体状况 其实能保持现在这种状况 我都挺自足了 坚持工作 融入集体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癌症这两个字 早就从周水斌的脑海里消失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 周水斌坚持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主要的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去看到 他是这种力量在无形的感染上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 佩服这一点 就是水斌这个人对所有人来说 对水斌来说的评价 如果民主测评的话 水斌在我们大队最低是100分 就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就是和他接触过人 他的评价最低都是100分 他可以说没有杂音 一个人能够做到没有杂音 这个非常厉害 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血淋很春景 没有扎念 这个生命是很坚韧的 他能就是开开心工作 他感觉其实这样是 他感觉是比较幸福的 我也希望能这样坚持下去 我这边很快乐 能活着有运气 在我运气 很多时候 我觉得这些警察 都知道了 人们说警察是河平原代人 因此 我放弃自己 我要做自己的任务 最好 再做自己的任务 多少次走在 温暖的路上 有星空云朵 好温柔月光 的水。 本期 bash 好温暖的路上 dan 氛 未经许可,不可以 有些铁 免不安 那听 这预anya 例 每